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伊德团阳,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还有在马来西亚的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政策部和西兰冷气 继续装大中立蒙食的力量 今集继续回以巴解不开的热 巴勒斯坦片 之前我讲过我的朋友 阿史,第一节要听回了,各位网友 本号就是2021年 2021年524C 在正向报 这一节都会在正向报的 现在就要讲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泰勒先生 泰勒先生 泰勒呢 他当然就是一个巴勒斯坦去了纽西兰的人 他读中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纽西兰的 其实他就是难民认识去了纽西兰的 当然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 我看回他的面书 其实已经两年没上过面书了 那他有没有中了19消失了呢?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 因为我是没有见过他的 其实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见过他 不过可能他工作很忙 就是因为很老实讲 工作一忙第一样不看的就是面书 第二样不看的就是微信 都要说他不好意思 真的有些网友微信了很多讯息给我 但是我整个星期都没有开过微信 就是说他不好意思 很久没有跟网友聊聊天 在微信里面 因为比较忙的 其实这一段时间都是 因为经常都出入医院 各方面的事情都是很麻烦的 要讲一讲这个巴勒斯坦尼的朋友 当然他很爱他自己的国家的 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这个是西方制造给他的难题 但是这个就是矛盾人生了 他就在西方那里受教育 找食 找食就不是了 找食之后就回去 找食之后都找了一排 在西方国家 接着之后都回去中东 就是他自己的motherland 又不可以算是祖国 附近 因为没有祖国 祖国已经不见了 其实严格来说巴勒斯坦 他们就没有根草 就是去到这里都下不了地生根 是很难的 不如先讲一下他的人 为什么要讲他的人呢 就是 其实呢 讲到底呢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都是讲究竟那个人是怎样的 你不要理他的政治取态 政治取态其实很次要的 有些人是政治狂业分子 那他做人呢 一定都是缩缩的 本身 我自己操琴的看法就是 他的人本身有问题 才会令到他的取态 是很极端的 除非 他是想利用一些 本身有问题的人 去获取政治利益 他的例子就是 芒果佬黄毓民 他为什么 要搞到这么激 就是香港那里 因为他想借那些白卡仔 来用 他想借那些白卡仔来用 那当然了 就是跟随芒果佬黄毓民 或者跟随那些港独友 好 究竟有没有人真心相信 他们说的那套政治论述呢 有 是有真心的 而真心信的人 我跟大家说 他们某程度上是可怜人 但是可怜人 都是有可恨之处的 因为做了这么多 握触的事情之后 就是芒果佬啊 还有那些港独友 做了这么多握触的事情之后 你还要贴上去的 你一样就傻 一样就傻 一样就傻 第三样就是 你想利用一些傻或者傻的人 有没有第四样 我真的不敢说 我觉得是没有第四样的 那当然有一部分人 就是不断想 撈取这些政治利益 现在在香港网上的舆论 其实两极化是很厉害的 两边都是很极端的 而在尾巴这个地方都是一样 你如果说网上的舆论 根本都是很极端的 要不就撑以色列撑到底 要不就撑巴勒斯坦撑到底 很极端的 那究竟人是怎样的呢 泰勒其实都是男人一个 很坦白说 咸咸咸塞塞的 他想找女人 自己和左手就带一只套铁架 就就跟女同学说 这只钓他在杜拜买 很便宜的 好像$1000美金而已 那时候就这么说 不过一千 不过都不记得了多少钱 练大一点 是啊 其实大家 很坦白说大家读书的时候是没有东西的 不会因为哪里来那些会打架 不会这样的 其实将 我们都讲过的 其实 大家是将原居地的东西摆在一边的 是不理的 除非就是要做一些活动 泰勒都挺热冲的那些活动的 譬如有个摊位这样 拿个筹款箱出来 筹钱给巴勒斯坦 那些他会做的 到现在他都会做的 我看到他面书 19年的时候泰勒省 他都有参加一个活动为加沙地区的 小朋友筹钱的 这件事情其实正常人都会做的 因为受伤 死亡 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人来的 就是二巴的冲突 以色列那边的军人是很少死的 巴勒斯坦那边那些极端人也是很少的 尾巴冲突最惨的一件事就是 死的都是普通人 老百姓 走的就走了 我告诉大家 走不了 有些人 困在那个地方 走不了 可能家里的问题 可能钱的问题 因为某一个阶层的人是走不了的 我告诉大家 这是事实来的 你连机票钱都没有的时候你走一条毛吗? 你连一个证件都没有的时候你走一条毛吗? 你走不了的 其实走得出来的那些人 本身有条件 有些条件 有些条件的 好像越南船民那样 或者越南难民那样 其实很多上到船的 起码都有一些钱的 不会完全穷的人 一穷二百多人走不了 你猜真是头奔路海 要坐船要付钱的 没有钱的人其实是走不了烂的 这个是事实的 当然他走烂的时候 当然钱都会没那么一大部分 当然有大部分人困在那里 困在那里的人真的是惨的 走不了 困在那里的人很多都变成极端分子 但不会全部都变成极端分子 很多都是想换食的 这个就是我和泰勒聊天的时候 得知到的一些资讯 当然泰勒这个人是很细族化的 其实就不是什么原教旨 酒又喝烟又吃 又不会定时要洗手洗脚祈祷的 因为我们班上有些巴基斯坦人 他就会定时定后去祈祷的 洗手洗脚有一块尖的铺在地上祈祷的 就向着圣城的方向 他就会做这一件事 但是很认真地说 泰勒就没试过在我面前做这些事情 他说他都不是很理的 就是披萨上面有烟肉他照吃的 这个就是我认识的泰勒 那他当然有很多兄弟 他自己有很多兄弟 但是他的兄弟 也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兄弟就是朋友 再加表兄弟姊妹那些 那些这样 其实一个地方有信心危机 那些人就会散到周围也是 就是好像九几年 香港和台湾都很多人移民的 那台湾就不是散到周围 台湾地区的人就散到周围 香港人就散到周围也是 就是你有信心危机就会这样 虽然之前我说过 阿拉伯就说阿拉伯是很有钱的 是一个富翁 但是巴勒斯坦人他们那边 就有另外一个解释的 为什么阿拉伯这么有钱 阿拉伯如果没有钱的话 哪有军队 哪有可能重新立国 所以他是帮 就是阿拉伯 其实就是帮巴勒斯坦人拿着钱的 是拿着钱 是先带着钱的 论述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说给巴勒斯坦人也是这样的 那当然 当然有人问他们 因为其实他们都常常叫 一些人捐钱给巴勒斯坦的那些小孩 那为什么阿拉伯不捐 那时候阿拉伯不捐 他几十亿身家 其实就是我了解 应该十几亿美金而已 那几十亿应该是港币来的 那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搞政治的人 是不会嫌钱多的 你看看民主党那些 李柱銘那些 什么时候自己捐一大块钱给民主党 他都是向外面那里收钱的 为什么要向外面收钱呢 这个又要说 这个又要说回芒果佬的说法 芒果佬的说法就是 这些是众人之事来的 众人之事当然是用众人的钱去做的 有什么理由用我个人的钱去做 是不是 我为你们香港人争取民主 众人之事 在阿拉伯那个情况 就是我为你们争取立国 是众人之事来的 有什么理由用我私人的钱 当然是用大家的钱 还有 杀死巴勒斯坦小朋友 无辜的人 都不是我们巴勒斯坦那些人做的 是以色列做的 没理由要我们 扔钱出来 这些论述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你严格来说 其实耳巴两边的问题就是 其实他们两边都好像有道理 这个就是世界上最难的情况之一 就是两边都有道理 你根本好像曾志伟掌门人那样 他就在政府做 他就在顾问公司那里做 那大家都算是OK 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吃 但是他就觉得 在一个西方地方 他是没有机会的 是啊 他工作了多久才发现这件事呢 很快的 其实大部分人都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我父母不在这地方 我都走了 坦白说 我回了中国的了 我很坦白跟大家说 如果不是我父母是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很久之前 应该已经回去了香港或者内地 就不会留在这里 所以我就是经常都说 有很多东西 不是你说有得选就有得选的 有很多东西是基盘着一个人 那当然有些网友听不明白 就说 哇你们这些混蛋全部都是外国的 怎会爱中国啊 有很多东西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随便说可以解释得到 那泰勒那个情况 他都回不了巴勒斯坦的 他是回不了去的 他就去杜拜了 他觉得杜拜是他的世界来的 那他去到杜拜当然 都很努力做的 都找到吃 都找到吃 那他现在基本上半退休了 你看到他就 就是他 19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半退休了 看到他的面书那些状态就 那其实正常做工程师 不乱用钱 不乱用钱 都可以存到那些钱的 你说有钱就不会了 你存到那些钱 都是正常的 那还有 有一样东西就是 在中东 对于 会讲阿拉伯话 会讲 会社会看的人 是一定找到吃的 还有 不会当他是 二等人 就是在自己的地方 你不是二等公民 虽然 就是我曾经在泰勒的面书那裡 都看到他的身份 就觉得那些杜拜人 都觉得他们这些 穆斯林兄弟不是自己人 但我都说过 不是兄弟 这一样东西 不是真的兄弟 如果真的是兄弟的话 其实就不会有耳巴这个问题 我说真的 如果大家真兄弟的话 这些问题不会存在 尤其找个国家收拾他们都可以 是不是 你不要说找一个 找几个国家摊分了 这些人都可以 是不是 但是没有 其他那些中都国家 就肯这样做的 原因就是 他怕你们一帮人 在搞一些政治运动 知道那些人是瘋的 某程度上 那种感觉就是觉得 你很极端 其实有一部分人都是 那很极端的话 那没有人肯接收是正常的 其实现在 美国玩这种 维吾尔人 其实 美国人都傻瓜瓜的 到最后 是不是你美国接收了 这些极端分子 这些维吾尔极端分子 是不是你接收了 东特那些 是不是你接收了 如果你接收了 的话 他只要对你的政策 不满意 他就在你那里搞那些 还要搞那些极端的恐怖主义 那你就有牢牌反 是的 好像不太介意 我很喜欢做这些 是的 为什么西方不介意 不在自己地方 就算在自己地方 他也不介意 他也喜欢这样 他不介意 有些国家是不介意 他如美国 其实不太介意 因为你搞这些 你都粉身碎骨的 就跟你担搏担 那 条命贵一些 英国人就条命贵一些 金贵一些 是不是 BNO祖国 好像也有个皇室 条命贵一些 他就被逼 就要学中国 弄一些职业训练中心出来 其实是一样的 法国都弄了一些职业训练中心 专闭教那些 有极端思想的穆斯林 令他们可以融入社会 那些极端主义是怎样资深的 当然 有他那个宗教的原因在 有些人说 穆斯林全部都是很和平的 没错 正派的穆斯林是很和平的 但是不好意思 太多那些异端 和极端 你得多这些异端和极端分子 是搞不到的 和他怎样资深呢 在英国那些地方 就是不如意 泰勒 其实他在那儿读中学的 其实 虽然大家都衰衰格格 就是 都融入到 都算是融入到西方的 但是他都觉得很不如意 他都要走去杜拜 虽然去到杜拜 他都觉得有一些歧视 公平 或者不公平的 好过西方 是吧 好过西方 但是他都觉得是 但是你在西方 一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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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都试过了 这些事情 民粹可用 敢限增 那是不是民粹可用呢 就是巴勒斯坦来说 因为这次说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其实现在 留在那里的人都很民粹 正常人都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是吧 走不到 很惨 都要变成极端友的 现在是 流低的人都没有能力离开 又窮 所以没有办法 这些是困难的情况 但是也要说一件事 就是之前呢 有一条人 这里借少许位来说 但是这次都可能会讲得长的 大家觉得长的 觉得没关系 不要紧的 我们照说的 有一条人叫做 梁粉腸 那他就在 电狗 电狗日报 梁粉腸 那里写一篇文 就说 为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都没有和理非 噢 痴痴 你真是为何 我听这个题 都觉得他痴痴的 这个呢 这篇文章呢 他里面讲的东西呢 我下一节会讲的 但是这一节呢 我想讲一件事就是 他这篇文章呢 他说 为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都没有和理非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他讲的那些原因呢 就 完全是对的 为什么没有和理非 就是 两边都走去极端 没有人想和谈 没有人想和解 和解当是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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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看看那些巴勒斯坦人 是争取些什么 先 中国的说法呢 这个又要讲中国 中国的说法呢 就是 应该退回在1967年那个实质控制的边界 嗯 那就对了 但是呢 很坦白说 如果能退回到1967年呢 我粗钱的看法 如果退回到1967年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是不会肯的 你说是一定 这么多年的建设 怎么会这么放弃呢 他是完全不会放弃的 而且以色列人一定是寸步不让的 如果能退回到1967年那里 这个也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中国开出来的那个说法呢 是没有人会理的 因为呢 巴勒斯坦的要求呢 都不是退回去1967年 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呢 他是要回去1947年 以色列不存在的时候 不是 1947年以色列已经存在 就是它有个分割计划的 嗯 当时是 那当时那个分割计划呢 加沙地带就没有那么窄的 就是加沙地带大家知道很小的地方 就算 1967年的时候 就是那个实际控制的地方 加沙地带都很小的 所以 根本是想要一个大一点的生存空间 但是以色列呢 是令到 就是巴勒斯坦人呢 那生存空间是没有了的 嗯 而且他会不会吸收了 那些巴勒斯坦人做以色列人呢 就是以色列国的人呢 这一样东西呢 也是搞不到的 还有 就是以色列人呢 他是支持一种 严格来说的 就是种族隔离主义的 虽然其实他们 以色列人呢 就是犹太人呢 和巴勒斯坦人呢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呢 其实都是闪族人来的 嗯 其实是兄弟来的 但是他们呢 就想将这一样东西割开 那 没解的 所以 现在大家根本就 没有一个可以谈判的基础的 每一次谈判 有曙光的时候呢 主张谈判的人呢 都是被那些极端人弄死了的 是这样的喔 所以 现在你怎么解 根本这个情况 很坦白说解不了的 因为 大家知道一样东西 现在双方都是想赢尽的 要赢射 那泰勒那边他们 肯定是想赢射国际的支持 所以他们做很多事情呢 就是 就是把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慘况 说出来 但是 他不会说给你听的就是 就算他明知 他都不会说给你听就是 其实一直 巴勒斯坦一方 他们抓莊那些人 都是很腐败的 他不会说这些事情的 搞政治的人就是 拿一般人来做筹码 不论是以色列也好 巴勒斯坦也是 其实 离开了的人 就看得很清楚的 虽然会 出力出钱去帮巴勒斯坦人 就是这个泰勒 但是你说他 是不是真的想 巴勒斯坦复国呢 其实他都回答不了 很渺茫 会不会觉得 当然是觉得是不可能任务 第一 第二就是 这些事情他都控制不了的 尤其你在外面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种无力感 就是 这些这样的情况 他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正常人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结果 很多时候被 那些极端人玩残 这个就是 无可奈何的事 当然有些人说 要支持这个 巴勒斯坦复国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 做得到呢 很困难 机会真是极低的 还有约旦河西岸那里 现在 基本上是被 犹太人霸了绝大部分的地方 犹太人的角度 当然是觉得 这些地都是他的 这些是上帝应许的地 给他的地 我服了国就可以 这些地是被我发展的了 所以巴勒斯坦是很难处理的问题 而巴勒斯坦人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真正是帮巴勒斯坦人 就算连巴勒斯坦 渣庄那些人 都不是帮巴勒斯坦人 还有某程度上就是 看起来全世界 除了中国之外 都没有人想耳巴和解 现在中国是发了声 都是想耳巴和解 但是没有用的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这个世界上 有其他的力量 是不想耳巴和解的 其他的力量我不知道是什么的 就算我知道也不会说 因为一说就死定了 但是我之后会解释 为什么下一次就是说 能够走的人 其实都想离开 你每个人生活都为了什么 都是要找两餐 有点安乐茶饭 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这样 哪里会有人 想跟你说什么 立国啊 复国啊 是极小部分人 但是这极小部分人 就拔住了 就 骑劫了大部分 一般的平民百姓 是啊 巴勒斯坦就没有了 你还上班啊 你还做生意啊 你还走啊 没错 大马sir 你说得很对 你是非常有睿智的 但是一般人 一般人其实 是为了想 究竟今晚有没有饭开 明早有没有饭开 是想这些的 就不是好像那些吃饱饭等屎萝的那些人 就 说大马sir 刚才说的那些说话的 复国啊 那些 搞不了的 因为他们其实 是把目标搞错了 本身复国都是不可能 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还有人 要用复国来做这个目标 还有 尔巴有一件事很惨的 就是两边主张和平的人 其实都是输了 政治上是完全失败的 嗯 所以就会有 所以就会有 梁粉抢那篇 为什么尔巴都没有和理非 这篇文章出现 和理非都走了 那我们下一节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就是他 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会有这样的观察 其实 梁粉抢那种观察是没错的 但是他 看到的东西 跟我看到的东西就很不同 那好吧 节目来到这里 应该都差不多了 那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会讲其他话题 就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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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